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是星雄哥 就在今天晚上 我们看到星雄铁道跟原神都进行了新版本的前瞻直播 我们先来说说星铁吧 首当其冲 这里是前瞻直播的星雄兑换码 大家不要忘了 马上换掉 明天中午就失效了 星铁的前瞻直播非常有趣啊 那个主持人很会讲笑话 难道还有什么比下班更加精彩的事情吗 这一次星铁的前瞻直播有不少让人感到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个了 星雄铁道对深渊的布局进行了优化 你选过的队伍不会凭空消失 即使你跳出来去其他界面 他仍然会被记录在面板上面 也就是说你选角色的时候不用重复来回选了 今天打完不太满意 想要重新再玩过 明天起来界面上面仍然是记录好的 你昨天选好的队伍 这个极大的提高了玩家的用户体验 并且在选角色的时候也更加方便了 再也不用担心角色越来越多 然后那个列表越来越长 然后你还要去记哪个角色在什么位置 这就很麻烦 并且与此同时 星雄铁道也可以在挑战的过程之中 直接选择中断 重新开始 首先像是能量呀 秘技之类的 肯定是直接给你重置的 星铁也不存在所谓的重开 要等cd重置的这种说法嘛 其次比较让人觉得贴心的就是他可以下半直接重开了 也就是说你上半打完之后 下半打的不满意 或者快死的时候 你直接点重开 他是直接跳到下半去重新开打的 不用重新挑战上半 这个算是极大的优化了 想要打零踢 想要打的帅一点的玩家们的体验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前瞻直播聊到这部分的时候 弹幕门全都是在刷遥遥领先以及某二字游戏的 整个直播间洋溢着非常欢快的氛围 这个很明显就是在批评换塔了 在这里我也说一句公道话 希望各位换塔玩家们不要不识好歹 要知道这种等级的优化是非常不好做的 他不仅涉及底层逻辑 还涉及底层代码 并且同时还涉及了来自腾讯和网易的打压 所以我劝你们不要做一位 我劝你们不要变成喂不饱的狼 作为一个换塔玩家要感到执着 不要不识好歹 如此高成本的优化一般是能做的吗 一般是不能做的呀 底层代码都崩了好啊 不照顾一下 我手机都要爆了 其次就是关于1.5的行程安排方面 沙半是霍霍 下半是银子再加上银狼的复刻 银狼出现在这个位置是稍稍让我感到有一点意外的 那毕竟1.5版本 新雄体道将会迎来两套新的仪器 虽然目前官方并没有公布这两套仪器的 具体信息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好像有一套是好像是景元的仪器的好像的样子 所以先复刻银狼也是稍稍有点奇怪的 换我的话 肯定银狼是放到跟花火一个版本在上线了 银狼还是好用的 他毕竟目前其实新角色 比起老角色膨胀的主要是新魂嘛 零加一的主c之间差距并不大啊 主要是老c像是希儿和景元 他的新魂是有一点看起来素质就比较保守了嘛 但是银狼不存在 这种情况 他是第一个新魂战士 但是在新版本居然不是上景元来趁着打铁 确实是稍微让我感到有一点意外 我相信有不少看内鬼的玩家可能早知道 但是我是真的今天才知道的 因为我就猜的话 他那个下半毕竟是银子嘛 然后活动肯定也送的是 就是四十升级材料之类的嘛 你就好像行铁的这一次活动 他送的巡猎的材料就是托帕跟希儿都可以用的 所以理所当然的 你会以为接下来银芝就是跟着警员的复刻了 很奇怪啊 真的很奇怪 他这个行程可谓是完全的意料之外了 关于量子队 我们可以等到银狼反场的时候再说吧 霍霍跟银芝看介绍还是比较强力的 尤其是霍霍 新铁现在的生存位真是一个比一个卷啊 大家如果对新角色进一步的信息感兴趣的话 不妨点个关注 后续我会 可以出更多的视频 去深入获获的各项设计 关于延伸的视频 最后我也会马上发布 保持关注 Stay tuned 一键三连观众整个频道 后续愿意来更终去 又更有寒地乱的游戏咨询